中國上海 中國上海因疫情封城已超過兩週 期間亂象不斷 當地衛生健康系統官員也壓力山大 傳出上海鴻口區衛健委信息中心主任 錢文雄12日在辦公室自意親生 家屬13日透過錢文雄微信朋友圈 發布布告證實消息 錢文雄4月12日下午1時19分離世 疫情期間一切將會從檢 家屬目前悲痛不已無法接待 根據中國網傳消息 錢文雄聰明能幹 妻子罹患癌症末期 本來心理負擔就很重 而疫情期間工作量巨大 因此才會選擇結束性命 中國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 今天凌晨在微博發文表示 經上海新聞同行求證 對方傳來的確認資訊是 錢文雄已過世 其妻安好 錢文雄離世足以令人悲痛唏噓 這個悲劇顯然加劇了 上海防疫讓部分基層人員 不堪重負的印象 錢文雄傳出自禁消息後 接著傳出他的妻子也以自禁 但上海警方只對錢文雄妻子自禁一說 闢謠是假訊息 對於錢文雄自禁事實 直子未提 也讓中國網友十分不滿 痛批逼重就輕 希望政府徹底調查 給出合理解釋 我可不可以 是非常貴重的 我可以用去的